婚宴我已经安排好了 都是按照你们家要求的标准 一桌子五千块钱 哦 你怎么了 之前不是对这事挺善心的吗 现在怎么看你漫不经心呢 没事 酒水饮料都准备好了吧 饮料什么的我都订好了 就是酒嘛 我想跟你善良一下 你看我们买1573可以吗 我妈之前不是已经跟你善良好了买茅台吗 怎么又变了 你那么难善点心啊 咱们婚宴得60桌 我算了一下 我们最少得买60瓶的酒 这光光买酒钱都十七八万了 怎么 你现在是在跟我上仗吗 你觉得你娶我多花钱了是不是 我不是这意思 你看我工作才几年 我所有的钱都占领了 我有没有钱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而且我们这次婚宴 也是我爸在外面借了三十多万 之前才已经说好要66万 你说没有 我没有强迫你 我只要30万对吧 我家里也没有要求 在什么五星级酒店 你知不知道 我闺蜜结婚 但当手上一个手捧花 就十来万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我真是服了你 我只是跟你商量一下 你不要这么激动行吗 等咱俩结婚的日子是我们俩过 别人怎么样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实话告诉你 如果在我们老家自己办酒心 一桌一千五 不输给酒店一桌五千块钱 我只是觉得我们要量力而行 这是你老家吗 这是城市啊 你那小地方会有多高的消费水平啊 和大城市能比吗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底线 没得上呀 这非得一定要茅台吗 一定要茅台 我爸的面子不能丢 行 这钱我可以去借 但是婚后我们俩一起还 反正我从小到大吃苦已经吃惯了 我倒要看看按照你们家的规矩来 你愿意陪我多分头几年 谢谢 谢谢 谢谢